山河傳說 長江三峽 三峽兩岸,其風二聯,敬秀曾雄,不可勝訴 而形象酷超,許許如生的奇形二石也相當多 最令人向往的當然就是神女風上的神女石 名山奇石當然也會附帶優美感人 或者極具趣味性的神話傳說 好似去堂合口的道釣和尚 空領合的督游僧戒和燈影合相 那四塊好紙,堂三藏和他那三個徒弟的石頭等等 好,讓我們首先說道釣和尚吧 提及道釣和尚 很多人都會說孟良梯的故事 在渠堂合口 粉壁牆東面的絕壁上 有很多方形石孔 大約三分之一米深 點三米闊 點二米高 孔與孔之間的距離是一米 由下而上 呈枝自形 一直排列到高不可攀的山腰 這那石孔就叫做孟良梯 孟良是歷史演義小說 楊家將裡面一名相當重要的人物 北宋名將楊繼葉 在樹邊戰爭中 屢立戰功 當他闖死李寧碑之後 相傳他的絲骨 埋在白鹽山頂的望香台上 很多人都想盡辦法去劫師 可惜絕壁難攀 而通上山頂的楊長小道 有重兵把守 沒有法子到達埋骨的地方 有一晚 月黑風高 楊繼葉的屬將孟良 帶了兩名親信士兵 駛著一隻小船 靜靜入渠堂合 趙勇 走方 到的了 停船 你們看 上面就是望香台了 是呀 將軍 我們是不是上岸爬上去 沒錯 來 跟著我來 是 我們就從這裡爬上去 好 小心 將軍 很滑 很難爬 將軍 又滑又斜 沒有東西可以撐住 這樣 我有辦法 我們可以在這塊石壁裡 鑿洞 然後插木棍進去 我們踩著木棍 這樣就可以上到山頂了 嘻 將軍真是好計 我們就開始做 開始做 本來這座山有不少守兵 由於那晚天氣很冷 所有守兵走了去山下喝酒 山上只留下一個和尚 看守楊繼葉的屍首 當時夜深人靜 他在睡夢中似乎聽到一些聲音 誰 誰 誰 剛才明明有些聲音 為何一點動靜都沒有 只有海浪聲 難道我聽錯 沒有啊 真的沒有聲音 這麼冷 還是睡吧 其實和尚一點都沒有聽錯 那些的確是孟良作石造梯的聲音 他們差不多作到山腰的時候 突然間 聽見山上的呼喝聲 立即躲在一塊大石後面 氣都不敢休息 後來聽見沒有什麼動靜 又繼續鑽下去 什麼聲音 這次我聽得清清楚楚的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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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幾個人在鑽石造梯 我看清楚了 帶頭那個就是楊繼葉的熟將孟良 不用問都是來渡骨的 那怎麼辦呢 那幫兵大哥都下山了 啊 剩下我一個人在 怎麼夠他們打呢 不是啦 三十六雀 走為上雀 都是走吧 不行不行 如果被人捉回來 一定死無生的 哎呀 他們作到山腰了 用什麼上來的 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糟糕 啊 行了行了 啊 糟了 天光 趙勇 周芳 不要再做了 我們快點走 商君 怎麼這麼快天光了嗎 是呀 我們做了一半而已 哎呀 你們聽不到嗎 雞蹄了 天光了 快點走 好厲害 好厲害 和尚學雞蹄 孟良 中鳥雞 和尚學雞蹄 和尚學雞蹄 將軍 黑媽媽 什麼都看不到 咦 山上 有一個光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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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啊 有一個藥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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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領峽山頂 是東漢時候的建平郡 即是現在的紫桂縣 和宜都郡 即是如今的宜昌縣 郊界的地方 就在這兩郡的界線上 促立了一塊大旗石 十足十兩個人扭臂打交一樣 這塊石 那些人就叫它做 督游增介 而這個故事 就要由巫山神女 搖姬仙子講起 有一天 巫山神女 在望霞宮打坐的時候 突然傳來一陣歌聲 清探 涉探 不算探 空領才是鬼門關 彩雲 你撥開雲墓 看看歌聲從哪裡傳來 真命 稟娘娘 歌聲好像是長江三峽 那裡的空領灘傳來的 嗯 蛤 清探 涉探 不算探 空領才是鬼門關 娘娘 到底為什麼 空領灘 是三峽之中有名的洪水險灘 水深流急 礁石滿布 由大豬 頭豬 二豬 三豬組成的 娘娘 大豬 頭豬 二豬 三豬 到底是什麼 這是招石 大豬 是一條大石梁 有六百多尺長 好像一條大魚 橫臥江心 將江流分成南北兩曹 南曹亂石參差 水流混亂 北曹彎曲合宅 惡浪翻滾 大豬下端的頭豬 二豬三豬 情列品字形 排列在南北兩曹出口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是時時露出水面 所以那些人 就叫他們做暗期招 原來是這樣的 對了娘娘 空領灘有這麼多招石 那些船在那裡經過 豈不是很危險 當然 尤其是洪水季節 豬石全部埋藏在崗底 船隻經過的時候 稍為不小心 就會船毀人亡的了 娘娘 你一向慈悲為壞 為什麼不去救那些人呢 嗯 娘娘 去啦 去救那些人 好吧 我就去空領灘 看看有什麼辦法 水門 水門門 浪滔滔 那些招石暗藏水底 好像妖魔鬼怪 自機而發 吞飾船隻 摧毀無辜的生命 怎麼才能令船家不會觸礙 順利航行 前面那個不是姚姬仙子 為什麼他獨自在江邊低頭沉思呢 好, 讓我上前問一下他 姚姬仙子 原來是北極仙翁 是啊, 仙子, 厲害了 為什麼還在江邊呢 需要我掛起一火明星 送你回去望霞宮 仙翁, 我每次黑夜回宮 都勞煩你明星高照 真是很感謝你 不過, 今次我想和仙翁借一件寶物 不知道仙翁肯不肯借 行, 絕對沒問題 仙子究竟想借哪一件寶物 空凌灘灘, 灘險流急 我希望和仙翁借一夥明星 為船家引水渡航 仙翁借一夥明星 仙子悲天問人, 為民解困 要借哪一火星, 你自己擇吧 是呀 各位星星姐姐, 你們不用爭了 如果你們每個人都要去 那其他地方就沒有星光照明了 我只要一顆就夠了 不如你們散開, 讓我選一顆吧 是呀, 是呀 你們散開, 讓仙翁借一顆吧 真漂亮 滿天星星 五光十色, 玲瓏剔透 一顆都這麼可愛 要哪一顆好呢 不如我就要最光的那顆金星 好, 嘿嘿, 仙子 那你就紮了這顆金星下來 多謝仙翁 姚姬仙子將金星紮下來之後 拋到空嶺山上 剛好就在建平郡和宜都郡交架的地方 她準備第二晚再來定方位, 掛在空中 跟著她高高興興地回望霞宮 到了第二日黎明的時候 建平郡和宜都郡的篤遊官 都發覺空嶺灘中 突然衝起一道白光 一直落在空嶺山上 他們兩個人都以為是天降其寶 馬上趕到空嶺山上擦汗了 嘩, 這些是什麼呢 寶光四射, 好像一顆白珍珠 難道真是天上降下來的寶物 好, 讓我搬回去才行 這麼重 不如回去帶人來搬才行 不行 帶人來, 難道不分給他們嗎 好, 讓我用力點 看看能否搬得開 你搬什麼 宜刀棍地面的東西都是屬於宜刀棍的 你是建平棍的人, 竟然想偷我們宜刀棍的東西 笑話, 你說這顆白珍珠是在宜刀棍上 你看清楚一點, 我們建平棍就有份了 雖然建平棍有份, 但是宜刀棍也有份的 你怎麼可以獨自 喂, 難道把那顆珍珠破開兩邊嗎 珍珠破開了, 還怎麼值錢呢 我先看到的, 當然是歸我 有什麼理由歸你 總之宜刀棍地面的東西, 建平棍的人就不可以拿車 免得跟你說, 這顆珍珠明明是落在我們兩棍交界的地方 不如這樣, 我們量一下, 看看那顆珍珠在哪兒多點 那就歸誰了 好, 反正那顆珍珠是不破開的 我們就量一下 好啊 那顆珍珠有三呎在我們建平棍 那顆珍珠就有三呎在我們宜刀棍了 好啊 豈有此理, 這麼巧也有 戒線石就在珍珠旁邊 戒線石在珍珠旁邊 將它移過一點就行了 好, 讓我也移過一點 喂,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想怎樣? 你怎麼了? 你想怎樣? 我問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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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時候, 姚姬才來了 他見到這樣的情形, 非常之生氣 從此之後, 空嶺山頂 建平棍和宜刀棍交界的地方 有一塊大石, 好像兩個人在這裡 扭臂打架一樣 那些人就叫這塊石做 獨有增介 燈影合上的奇石 西寧峽南岸, 有座石壁山 山頂上有四塊天生的大石頭 形狀好像西游記裡面的唐三藏 孫悟空, 朱八戒和沙和尚 由江上仰望, 只見孫悟空獨立在前 手搭梁棚, 即是把手擺在眼前 讓陽光不要曬到對眼 躬身張望, 好像在探尋道路 朱八戒就挺起土皮, 牽著白馬 一步三搖地走路 而唐三藏就端坐馬上, 閉目養神 沙和尚就堅挑行囊, 在後面緊緊跟隨 每當夕陽邪照的時候 這四塊奇石半明半暗 好像在上演一幕四川的燈影戲一樣 如果乘船過合, 船動景移 就更加好看了 因此, 人們就叫這裡做燈影盒 至於這四塊神奇的石頭 相傳也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唐朝的時候, 元莊大師奉太宗之命去西域取經 沿途, 他降伏了三個妖精 就是孫悟空, 朱八戒和沙和尚 同時又收他們為徒弟 司徒四人一起前去西域取經 當他們去到西寧峽的時候 只見一缸露水攔著去路 吳熊 是, 師父, 什麼事啊? 唉, 這條光那麼闊 浪又那麼大, 我們怎麼過光 師父, 好容易啊 我打個關斗就過到光了 你也可以打個關斗 但是遺師和悟能, 悟靜又怎麼可以這樣做 唉, 林羅奇, 這條光那麼闊 竟然一隻渡船也沒有 那些人怎麼過光 是呀 唉, 師父, 前面山上有人在砍柴 我飛身過去問問他 起! 老兄, 下面的光那麼闊 為什麼沒有渡船呢? 啊, 以前就有渡船的 自從那隻金圓駝來了之後 興風作浪, 雙人偉船 沒有人敢在這裡過光了 啊, 金圓駝? 啊, 金圓駝是什麼來的? 他的樣子好像一隻大龜一樣 不過他的殼就金光閃閃的 啊, 哈哈, 原來是龜晶是不是? 大爺啊, 你小心說話 這裡離江那麼近, 因著金圓駝聽到啊 金圓駝很神通廣大的 聽說有一次, 他噴出一口水, 就整沉整隻船啊 嘩, 神通廣大啊 我不信你神通廣大得過我老孫啊 好, 讓我看看他怎麼厲害 興! 驚! 鑑員駝! 你口出來了嗎? 鑑員駝! 你口出來了嗎? 還不出來嗎? 哈, 龜晶不回應我 好, 讓我擊他出來才行 死龜晶! 你抓不出來就行了嗎? 有本事就出來跟我打過 讓老孫一棍打破你的龜殼 看你還可不可以作惡害人 死龜精,有本事就滾出來 龜精,出來吧 豈有此理,我睡得這麼軟 哪個壞人在吵架,還罵我死龜精 好,讓我浮出水面,一口吃了它才行 江山那裡,金光閃閃 這隻死龜精居然被我惹得出來了 好,讓我老孫攻擊毛鼻才行 開棍! 好厲害,還是先沉花落水 這個死龜精,算你救人走得快 只要老孫厲害了 老孫當年大鬧天公威風八面 難道會把你這隻龜精仔放在眼內嗎 原來他就是當年大鬧天公的齊天大聖 不怪得這麼厲害了 剛才被他一棍,撥得我妥妥令 不如讓我浮上去,問一下他的來意 大聖啊,大聖 不知道大家光臨,有色染營 請大聖書聚啊 這隻死龜精,這麼好禮做什麼呢 大聖光臨閉赤,不知道有什麼貴幹呢 如果小龜可以效勞的,不勝榮幸之志 我們司徒四人,去西天取經 一定要過光 哦,小事而已 等小龜背貴司徒過光就行了 哈哈,這樣就老了 金元堂,你背我們四司徒過光 真是好感激你 嘿嘿,什麼話啊 大師啊,小龜有一事相求 未知大師能否達魂呢 是什麼事啊 哦,是這樣的 小龜修煉千年 總是不能夠得脫龜學得成正果的 大師去西天取經 可不可以在佛祖面前 為小龜講一下情 等小龜早日得脫學成仙呢 沒有問題 不過你以後就不要作惡害人啊 小龜謹中大師吩咐啊 糾轉星兒 過了好久好久 唐三藏取經回來 金元堂又是高高興興地 背他們過光 到了光深的時候 他問唐僧相託之時 唐僧發覺原來忘記了 金元堂一怒之下 將司徒四人拋入光中 孫悟空、朱八戒、沙和尚 連忙救起唐僧 撈起經書 鋪在一個山坡上翻曬 金元堂浮出水面 口吐狂風 要將經書吹散 孫悟空隨手撿起一塊石仔 變成一塊大石牌 擋住那些狂風 然後他拔下四根毫毛 拋上石壁山頂 變成四個化身引開金元堂 金元堂和化身大戰幾日幾夜 精疲力揭死他 孫悟空因為恐防再有妖精靈危害人命 就沒有收回那些毫毛 天長日久 這四個化身就變成四塊奇石了 至於曬經書的山坡 那些人就叫它做曬經瓶 而那塊擋住狂風的石牌 就叫做石令牌 這塊石長方形 光潔如鏡 靈角分明 在宜昌院寺裏面 說它有五十餘印高 其實這塊石顯然是山岩風化 被劈削下來的 但是劈得這麼成形 削得這麼光潔 粗納得這麼卓然 不由令人讚嘆造化之妙了 山河傳說 由鄭啟明主持 張婉容編導 黃發之監製 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中文字幕製作為 尼昌院寺 小蕩 角色 何時尚 雜性